新的焊枪主要是这些东西,这些是配件,然后这是焊枪的一个整体的部分。 安装的话你可以先把机器人放在这个姿态,这样比较好装。 四颗螺丝加一个定位箱,定位箱一会儿再用,先扔在里面,先装四颗螺丝。 定位箱这上面有一个定位的箱子的一个柱,先把这个东西放一个。 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定位箱子孔,先随便装。 放进去后装到西哥哥斯。 小块,先不要停留下一个柱子。 解好了之后装这个三枪, 看家上面这里也有一个定位销的 然后定位销这里有个定位销的口 然后这是刚刚那四颗小带子的螺丝 五颗一颗 然后往这上面装 这个螺融孔上 这个孔上 这一圈紧固好了 这个焊枪就装好了 如果以后坏了的话要拆 也就是外边这五颗螺丝一拆 就可以拿下来了 一般换的话都是换这个部分 这个法兰这个部分基本不会坏的 然后这是之前配件这边这个套子 这个套子就是往机上先靠进去 这个主要是保护力和戒头的部分 然后这这两端的话就随便接 总接都可以的 嗯 这个现在说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标定机的工具 也就是二十点法 一般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枪换了一个 你已经把它换枪 你就需要不要动这个二十点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出厂之前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出厂之后就会直接用 然后你不要标这个二十点 要准备一个两个工具 一个这个枪架 我现在是已经装在这个上面了 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枪架 你可以拿导电阻 然后自己装一件汉思在这个开头的部分 这样来标定 可以自己用导弹子来做 然后另一个就是要准备一个 另一个标定的标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限制的嘛 都是有这种限制的标定工具 然后你可以自己想啊 固定固定好一个 只要放在这儿不动的尖就可以 固定好不动的尖端就可以 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 机器人的灵位也必须要对的 所以你按住手压 按住后面的手压 这个按住这个手压 然后你按住这个回灵 你一直按住的话 它机器人会回到灵位的姿态 然后你看机器人的部分 它会回到这种的姿态 这种姿态是机器人出厂的一个灵位 这个姿态是对的 然后你再去进行二十点标定 比如说你灵位姿态不对 你就要先把领位叫准了之后 再进行标定 然后这个尖端我能定点 然后现在标定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工具坐标二十点法 首先你把这个点这个全新切换 然后这里输入厂家密码三个八三个九 然后点确定它会变成厂家权限 不要会变成这样的 然后你退出其他产权之后呢 呃你点这个右下角这个呃程序的程序列表 然后到这个地方你可以新建一个程序啊 然后程序名字就随便取一个名字都无所谓 然后打开这个程序啊呃 呃然后坐标系的话 这个切不切都行 因为现在呃工具还没有 切成之脚它也就是呃不会照点转的 嗯 然后就是呃对点你要动机人 然后就是你要操作机人 然后用用这个家对准这个家 然后二十个不同的状态 然后二十个不同的状态 你要标定二十个不同状态不同的点 然后你就一步一步的来 然后对家对得越准备好 然后对最好一个点之后 你在这里点这个呃关节质量 点对吧关节质量 按针手压然后点关节质量 然后点确定点OK 然后记录下一个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就做好之后 你就可以把速度取快 然后把枪上升高 然后你再变自己再动另一个姿态 点点关节然后点OK 最好第三个点 就是这样如此重复的记录二十个点 一共是二十个 每个点的姿态都要不同 在APC姿态的变化性能大一些 然后这样记录二十个点 然后现在是编好了二十个点 成绩有二十条吧 变好二十个点之后呢 呃 你先点这个运行准备 然后这有个二十点标定 进这个地方选择工具一 你用工具体就选择工具一 然后这里有计算点的计算 然后成功 结果这是最精彩结果 这个值是越小 说明你标的越准 然后呢 然后这边呃 是灰色的 你把它点一下变成绿色 而且把速度稍微替坏一点 然后你按住后面的安全开关 按住安全开关之后 按住这个正向运行键 它就会进行就会动了 一直运行呢 它会运行到这个仅态 回到这个仅态之后 然后你点这个零点标定 然后点确定 OK 它体质你成功 然后再点这个标定工具 点一下 它体质成功 成功了之后 这个界面就可以推出了 关闭 关闭了之后 你要把这个枪枪头的这个部分 变成垂直了 你可以手动超过变成垂直 然后把枪这个枪头的部分 变成垂直 数值向下 变成数值向下之后呢 你可以再对准刚刚的这个点 以后可以跟这个数值的杆对齐 你对齐数值向下之后 你点在这个工具1这里 你标准是几 你要选择设几 我标准是工具1 所以我这里选择工具1 这里有一个三点标定 三点标定 然后记录这个现在的这个点 第一 这个点记录好了之后 然后 你向S正方向 按住手压 S正方向 你向S正方向 二十一点左右 达到二十一点 然后记录下第二点 再向C正方向 三个点记录好了之后 点择这个 呃 生成 对不对 点择这个生成 然后它写是成功嘛 写是成功之后 OK 然后就取消掉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整个工具标准好的值 你这里可以保存一下 然后 这样你二十点就标准好了 二十点标准好之后 你可以选择应用一下 你应用 然后它会应用到所有的程序里面 点OK就好了 然后点确定 这样就标准好了 这是二十点标准的一个操作方法 然后你工具标准好了之后 它正常是 你点点就点点 然后就装了一支析的话 二十点标准就点点 点就不动了 然后姿态再做 它就标准好了 然后现在装这个松析 然后支析是已经装好了 就直接把这个槽 扣在这个上面 稍微有东西 然后是一叉 稍微就装好了 然后装开枪的这个部分 拧紧了就可以了 然后枪装好了之后 就装下这个防撞的连接器 防撞连接器 接到后面这里 有一个小的螺纹 然后现在说一下怎么 换这个松析轮 然后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这两个压力水平放下来 然后这里面这两个是可以更换的松析轮 这里面这两个是1.2和1.6的松析轮 这两个是0.8和1.0的松析轮 所以说你用用多多大的汉丝 就换多大的松析轮 然后这个直接往外一取就下来了 然后装这两个1.0的松析轮 因为现在用1.0的松析轮 所以说 就把这个1.0的向外 写了1.0的向外 然后我这个扣上一装 然后写了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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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 然后装上去 装起后把这两个再拧回去 穿回去 然后现在安装的这边线是通行线 但是四轴的部分接到这里的 这两端是这样接 然后另一端是接到这边 然后现在这个管是气管 就是你保护器的气管 从这里到送出机的部分 然后这段的话已经插好了 然后另一端就直接插在这个A的接口上面 插好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这个是送出表示管 这个安装很简单 就是这里有一个特速插头 把这个插进去 然后松开 就好了就卡住了 另一端是接在这边 也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快速插头插进去就好 看电脑就完整了 现在咱们接一下这个机引的两个互联线 就是动力线和边板线 还有视角G的线 然后这个动力线和边板线上 你看它这端有两个插头的 这是接到机器人 机器人端的 然后另外这端是接到机引的电控 天空柜端 这两端上接到机引的这个底座下面 然后这两个头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边板器的线 它这个边缘是这种拖浪的 然后这个动力线上它就是是一个直的 这两个端口不一样的 不一样可能不对的话 肯定是插不进去的 所以说这个上下 它插销是不一样的 就是插销 然后这个是木头 下面是公头 然后下面是木头 这两边不一样的 翻也不是不可能翻的 就让正确的插进来 然后这个也是 插的时候就拿正 然后平止它推进去 对准了之后平止它推进去 然后把这个卡扣扣一下 这样一按就扣出来 一按就扣出来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也是同样往着一按就扣出来 然后这端就这样安装好了 然后再装机引的电柜端 然后这两端是接到机引的电柜端 然后接到这两个角 这一共有三个 中间这个是接的那个工业盒 约约行动盒启动的 然后这两个 然后这两个 两侧的展望是接动力线和编码线 然后也是一样的 这动力线和编码线的边缘是不一样的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边是接动力线 这个线在下面 然后这样 对齐 平了推进去 然后这这侧面有一个卡扣 把这卡扣卡住 然后这个是编码期限 也是一样的 对齐 然后平了推进去 然后卡扣卡住 这是编码期限这样接 然后这里 这个线 是接到这边吗 你看一下这边 这边这个是 这边这个是 就是说你禁电 禁电要接的 禁电接线的地方 就是你主电 380的主电接到这边 这边是三根火线 加一个地线 接到这边 接到这个端子这里 这是禁电 然后下面咱们接这个施焦器 施焦器的这 这端是这样的一个头 这一端就是咱们操作的施焦器了 然后这端这个头 它中间是有一个凸起的 这个凸起是对准这下面 这下面这个插头 是连接施焦器的 这个凸起是在上面的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凸起对准 不对不对 不对准的话也是插不进去的 对好之后 然后就旋这个往里旋就好了 拧紧 这样拧不动了就拧紧了 施焦器就装好了 然后下面这个线接好了之后 这个你主电也接好了之后 这里有个空开空气开关 现在是已经掰上来了 你出去的话 它应该是在下面的 到时候要把这个空开打上来 打上来之后 咱们就可以把柜门关上了 这个推进来 然后这个往下 往这么一旋 这样向左旋 然后往下一关 这门就关上了 开的话就是这样 往下一按它就会弹开 然后这个开关呢 就是机器的开机开机键 往下往下旋 它就开机了 往下旋 它有电源指的东西会亮 然后等待三分钟左右 机器就会开机了 关的话就是往回掰 它就关掉了 这就是开机和关机 然后现在说一下这个 焊机与机器人相接的部分 然后这边线是 焊机到双子机的通信线 然后这端是接焊机的 接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一下缺口 缺口对准 然后插进去 然后往里拧 往里拳 全景之后这一端就接好了 这个另一端是接到这个部分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子 把这个盖子拆下来 然后把这个接进去 然后也是往里旋 全景之后 全景的这个送信机的通信线就接好了 这个是送信机通信线一 然后上面这个是通信线二 就是说送信机的通信线有两 是分成两部分的 一个是焊机到基金底座 一个是四轴这个部分到送信机 这两端是送信机的通信线 然后现在这个是水轮焊机的水箱 下面这个是水箱 这里是打开装水了 然后它是两个分开的部分 可以要组装起来的 这个焊机直接往上放就好了 电源这里站的一个插头往这里一插就好了 在上门盖的拆开之后 就是往这个水箱加水的对吧 然后这个加水的话必须加纯净水 不能有杂质的时候 有杂质的话一加热一蒸发 它就会堵塞这个水管的 所以必须加纯净水 还有就是加防冬液 水净水或者防冬液也可以 然后这个纯净水的话 就是直接往里倒就好了 你水加满了之后 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就可以了 然后也 还有问题就是也需要注意 以后你第一次加水的时候 盖子你可以先不盖 然后你等焊枪 你焊的时候 等水箱悬弯起来 悬弯几圈之后 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因为的话那个水管 它正常是有空气的嘛 如果你把直接盖上盖进来的话 空气悬弯不出去 在这边憋着 这样会烧坏 烧坏焊枪的 就是说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是你第一次装上水用的时候 先把它开开 盖子先不盖 先把那个焊两道焊缝 让水浆进来 把水管里的空气排出去之后 再把它盖上 下来之后把这个正极线这样贴上去 然后拧紧 拧紧了之后这个盖子盖上就好了 然后这一侧是负极线 跟这个接法是同样的 这个到时候 这个一会就不拍了 然后这里现在另一端是接在这里 好 这红色管的两端是不一样的 然后拿这个工头插到这个红色的接头上面 往里一推 推着上面这个红色的这个外圈一推 然后一扣就进来了 扣紧了 然后这个蓝色的也是同样的 如此 这样推上这样接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水管的另一端就是接到这两个 焊枪的这两个水管接头上面 这个也是这样特殊插头接插底 然后红色的也是这样 这个接好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固定到这个 固定到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咱们接这个气 气管的话就是一端是接到这个地方 然后另一端的话是接到这个气管插头上面 把外面这个保温套拿下来 插到这下面来 插紧之后 然后把这个螺丝拧 这个螺丝拧紧之后 这这里就是气管装好的样子了 然后汉斯从这里穿 然后先这里要手动的送 手动的送 插紧之后一支送进这个里边就可以了 但是有些时候它会卡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卡的话 你要手手动的把它放到这个正后的位置里边 送进这里面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放下来 然后这样压住 然后这个放下来压住 这样盖了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这根线就是接过的是 看这个通行线 数据通行线 然后另一端的话就接到汉基这个通行口上面 然后忘了一插就好了 它会自动卡进的 这里接好了人口上 这这边是汉基电源线 这就三根火线 这里是地线 这里又不给你实际演示了 然后这个是汉基的开关 向上一掰 汉基就开机了 这样汉基又会开起来 然后现在这个是因为这汉基是新装的嘛 所以说它呃 参数都是处长默认的参数 然后就是我们处长要改修改的参数 然后修改参数的话 要呃 同时按这两个 分住 同时按住 同时按住了它就会进入这个参数间的 呃 来不及其是水箱打开检测功能 这也要打开 这已经打开了 所以说 啊 看下一个 还不 还不一点儿 还不一点儿 啊 这也要打开 现在已经是开了 然后下一个 还不一 进行不能关闭 现在是关了 然后是还不一次 F4 F4输出后电瓶 这里要修改一下 F4这些就是 数字通讯要用到的 F5即兴开关 也就是打开 然后确定一下 F5 F6 启动车功信号 关 这个F5 这个 要确定是关 开的话到时候焊机会报奖 你焊机就报奖 起步通过不了 然后是F5 高亚群瑞才关 啊 这个也选择高亚群瑞 然后是F519 通讯协议 这东西 通讯协议选择ATP 选择好ATP 选择好ATP之后 F5A 择特律 选择一二五的 然后确定 然后按这个 这个F5退出 那就好了 然后 保存好之后 焊机冲击一下就好 焊机就是焊机冲击了 冲击之后 然后 这里就选汉色指径嘛 你用多大汉色选多大的 选多大的指径嘛 然后这边是选择器 第一个是纯二氧化碳 第二个是氛合器 第三个是氛合器 然后这边是两部 这边切换不了了 而这个的话就 这个模式 但是速度通讯的话 可以从基金上 基金施焦器上去 这里可以不用选 从这上面选择 好了 然后 焊机设置好了之后 你拿施焦器 然后点这个 运红工艺 点这个焊机管理 焊机管理的话 你要选择一下 这个麦克敏特数据工具 现在就指中文的 到时候到客户里面 应该是会变成中文的 倒是英文的 然后选择这个 点一下设置当前 然后这样就好了 然后退出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焊机的负极线 焊机负极线接到这个工工装上 然后我们实在是焊 所以我们接到这里了 然后现在看摄像器这边 摄像器这边的话 咱们开始编辑这个焊接的程序 先编一条焊值线的程序 然后先点开这个文件管理 然后这里这个界面来 自己新建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名字就自己新建一个 然后打开 到程序界面 然后坐标系切成指导标系 用来移动机人 然后 然后来编程啊 先我把机人移到这个上方 然后现在把机人移到上方 这这个点作为机人的一个起之点出之点 然后然后这个点挪到位之后 咱们来从这边记录记录点位 挪到位之后 咱们到这里来记录点位 首先要按住后面的安全开关 按住了之后点这个关节指令 他会出来这个这个界面 然后出来这个参数界面 参数界面的话 第一个V是 关节的速度指令的速度 最大是百分之百 关节只能是零到一百的一个范围 然后A和D是加速度和减速度 这个一般不用调整 就默认的就好 然后这个B是指令指令之间的平滑度 范围是零到一百 焊接的话一般摄一百就可以 焊接用的话就摄一百 因为如果你设定的话 它这个指线和指线过渡之间 它会焊点会凸起来 然后工具什么的就不用改了 然后点确定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位就记好了 然后咱们再移动机人去挪到工权工权上面 然后挪到工权上面 然后挪到挪到工权上面的位置之后 再来记录这个点 还是同样的方法 按住后面的安全开关 然后按住这个点下这个关节指令 然后速度我就不调了 然后它这个就是默认的 然后点确定 然后这个是选择插头插头指令下方 然后第二个点就记录好了 然后到这个位置呢 因为咱们要开始起伏了 所以说要再加这个起伏指令 打个斯大 这里这里参数先不设置 先把这指令记录下来 一会再说怎么设置参数 然后再去挪下一个位置 移动机器人到下一个位置 挪到终点之后 然后再再记录终点的位置 还是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方法按住收压 但是这里要选择直线质量 因为焊的过程肯定是焊直线 选择直线质量 直线质量 这个区别就是速度这里的话 它的范围是零到零到两千 然后这里咱们焊接先设个 设个8毫米每秒吧 三位十毫米每秒 然后这个B设个100 平满度设个100 然后确定 但这个点就设好了 然后到这个点之后咱们要西虎嘛 所以说要加入这个阿斯安特质量 这个就是西虎的质量 加入了之后 然后咱们需要把记忆人回到 回到原位 咱们可以 一种方法是 我可以把官方挪到第一行栏 然后这个运行方式切到单步方式 现在就是单步方式 一共三种 单步连续 单步和连续两种方式 选择单步 然后按住手压 按住这个正向运行键 记忆人就会运能运行到这个咱们起始点的位置 运行到西虎的位置之后 再把官方再把官方挪下来 挪到最后一行 再重新记录一下这个点 然后点关节 然后点确定 这样就会 它上汗完了它就会回到这个第一个点 然后现在说一下怎么设计这个 焊接的这个参数 看设计焊接参数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起务指定这一行 然后点这个程序编辑 指定编辑 然后点击这个编辑 就进入这个参数界面了 参数界面 这个三个是起无参数 这是起无时间 第二个是起无电流 起无电压 这个需要的话就设 不需要的话就不设 然后这两个是一定要设的 焊接电流和焊接电压 焊接电流这里设了150 然后焊接电压的话 这个 麦克米特焊接 它速度通讯 电压 它不是意愿化的吗 它这个机值就是30 就是说你用标准值的话 焊接 焊接给你自动区别的标准值 就输30就好了 但是你也可以进行微调 就是如果你想电压大一点 就说31 32 35 这样电压会变大 然后 减小的话就是28 20几 往小处就是减小 然后后面这里是西湖的时间 西湖的电流和电压 也可以需要设置的话也可以设置 可以用来收湖 然后这里电压保存 然后还有这里 还有这里 这里要选择 这里的话主要 这个 气体啊 还有焊四直径 气体和焊四直径 其实选起来是 这里其实不用管的 这里 气体焊四直径 选了也没用的 现在切不了 主要是切换的是这个 横流还有脉冲 主要是切换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通通过机器人来控制 焊接来切换的 焊四直径还有气体 还是要从焊机上去切换 从这上面切是切不着的 只这个界面上有这个选项 但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 起作用的只是焊接模式 横流还是脉冲 这里选择横流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好了 退出 然后确定 这样的话电视电压也设置好了 然后焊接的话就是把光标 这里是一 这里是一格一格移动光标 这里是一样一样移动光标 就蓝色的是光标 现在把这个蓝色的光标挪到D 然后 钥匙切到中间 这个是在在线模式 也就是自动模式 可以用来焊接 然后这里选择 单次模式 单次模式是程序从D 一行一直一直支援到最后一行 支援一遍 支援一遍之后它就停止了 然后这里是速度 测试速度 这个是可以调调节速度快慢的 速度实际的就是 呃 机器人实际的运行速度 等于指定速度乘于你侧面这个全举速度 这样才是实际的运行速度 啊 然后你你不熟悉机器人的话 第一次变好了 你要把速度放慢 然后你自己速度慢点走一遍 确定不会撞 然后你才会实际的去焊接 现在先速度放到20% 走呃 百分之十吧 百分之二十吧 走一遍看一下 然后按这个 正常运行键就是启动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呃 按一下启动 今天就动了 成确定轨机没问题了 我可以进行焊接 钥匙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这里是焊接使能的有效和无效 这种是有效 然后就是这种时候再按启动的话 它就会进行实际的焊接 如果像之前就是这里我选择的是 打一个插 打一个插的话我按启动 它只会光走程序不会进行实际的焊接 现在咱们实际焊一道看一下 这里选择启动 然后现在咱们实际焊接看一下程序 按这个就是启动 然后刚刚焊的是焊了条直线 现在咱们说一下怎么编圆弧 首先这些个指令我可以删掉这些指令 这里有个程序编辑 然后这里我删除 这可以选择删除块 删除 删除块的话就是点这个 选择第几行到底行进行删除 我选择第一行到第六行 我点删除 它就会把全部都删掉 然后说到这里咱们把另几个工程也说一下 就是这个编辑的 然后第一个是复制 复制的话我可以选择复制一行复制当前行 我选择这个它就是 选择这个就是复制当前行 然后我把光明放到最后一行的话 我点我点第二个粘贴 它就会把那个 当初这个第四第二行的指令的位置啊 还有复制到复到还有速度 就指令的东西全部复制到这里了 这是复制一行 然后它还可以复制一块 也复制块 然后就选择第一行到第一行 我选择第一行到第一行我点择复制 然后到这里 然后选择粘贴 它就会把第一行到的七行复制到这个第一行后面 这会多出这么多指令来 然后第三个这个是剪切 剪切也是一样的 可以剪切一行 或者剪切第几行到第几行 它也是往光标之后的沾 光标蓝色光标之后沾 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删掉 选择这个删除 删除块 选择第一行到第十四行 OK 然后确定 就全部删干净了 然后咱们从头 现在从头讲一下圆活怎么编 然后我还是从当前这个 还是从基因这个位置来开始 所以我先记录下这个位置 用关节质量 然后确定 这就把第一个70点的位置记录下来了 然后这时候魔动机器人 选择第一个点的位置 到第一点位置之后 选一下分解质量 然后确定 下面 到这个点到起雾点来之后 然后加一下起雾质量 然后确定 然后这时候咱们到圆弧的第二个点 到圆弧第二点之后 然后这时候你要用圆弧指的 就是第三个 这里是快捷键 木接木 第三个是圆弧质量 选择圆弧的圆弧质量 然后圆弧的速度 咱们也要设置一下 还是设置8 然后平滑度也是设置100 然后确定 这是第二个圆弧点 然后再到第三个圆弧点 然后到第三个圆弧点之后 还是来记录木C质量 然后这里选择之后参数不改的话 直接记录一下就好 然后一段圆弧是三个点组成一段圆弧 这里看到圆弧的焊接的第一个起点 然后第二圆弧第二点和圆弧第三点 这三个点是他会画出一段弧来 然后圆弧指的的话必须是 这个木C质量肯定是程度出现的 因为你这个第一个点 用木接或者用木L都可以 在后面圆弧的地方去 都要用木C质量 然后现在编一个圆弧完整的圆弧嘛 所以说再编两个圆弧 再挪动进行到圆弧的第三个点 挪到圆弧的第三点之后 再记录木C质量 然后确定 就好之后还是回到圆弧的第一个点 回到圆弧 你要如果想回到完全一样的话 我可以执行这个质量 走到这个七十点的位置 然后再把关键转下来 再记录一下木C 好 确定 然后 然后最后一个点了吗 所以说咱们要加入细弧质量 这里是 所以这里是一个圆弧是四个点 算了这个七点的话是五个点 但是木C质量肯定是 两个两个出现的 然后这时候咱们再回到第一个点 然后这时候 然后这时候咱们用下这个复制质量 就说我把第一个点直接复制一下 我选中第一行 然后点就是复制 复制复制当天行 然后挪到最后一行来 拧披 这样的话它看完就会回到这个第一个点了 然后咱们也是先把它焊接关掉 后面回到第一行 要是切到再现 咱们自动模拟走一下 走之前你可以选择把焊丝 退回去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挂焊丝了 然后切到自动 按启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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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弄好了之后 试好了之后 咱们可以把电流调大一点 刚刚那个焊缝有点细 还是点击这个 然后编辑 然后电流150可以加大到 175吧 然后电压是不用变的 它电压是因为是医院化的焊机 它电压会根据电流自动去匹配的 自动去匹配的 好 这里底下保存 然后退出 OK 然后选择第一行 然后钥匙切过来 把这个焊接打开 好 咱们焊一下看看 看看 然后这个是刚刚焊完的圆弧 焊好的一个圆 好 这就是圆弧的 呃 圆弧的一个编辑方法 然后咱们刚刚焊的这个圆弧就是 在屏幕上焊一个圆嘛 然后我基金的枪姿是不变的 直接这样不动 挪着不动焊一圈 然后这样四个点就完成 四个木齿指令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说你焊这种工价 你要焊里面内部的一圈 或者说外部的焊这样一圈 你腔腔的姿态肯定是四十五度 你姿态肯定是要一直变的 这种的话 呃 和刚刚也是用圆弧指的嘛 但是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呃 你要把它再多出两段圆弧来 像刚刚这个圆弧 咱们就是分 其实就是平分成了一个十字 四分 四个点 然后但是这种带姿态的 你就要一直四十五度转一圈的 这种的话 你就要用六个点 就是圆弧要用六个点 才能焊一圈 呃 四个点 那主要是因为它圆弧圆弧三个点之间不能大于一百八 你可以把它分成六分 然后记录六个点来转一编一下程序 然后 嗯 然后基因这边还有个还有个问题就是要说一下 基因这个六轴 这里这个拍下这边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基因这个六轴 这个地方是六轴 然后这个东西它是有线位的 因为这个东西不能无线转的 不能转三百六 他转这是 他转的线位是正乎二百二 然后现在正面这 这有个领位标签吗 这里是零度 意思说他往这边转可以转二百二 我可以给大家转一下 呃 只转六轴 往这边他往这边转 能转二百二 没法转到三百六十多 啊 我就不放在 我就不再往后转了 你把它放平之后还能转 转到二百二 然后往另一个方向转 也是二百二 往另一个方向转也是二百二 然后但是这样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说 因为基因它最开始的姿态是这种吗 我这种姿态如果说焊这个圆 我焊一圈 你你会发现你转到一半转到一大半的时候 它会抱紧抱软线位 这是因为它只能正方向转转 或者负方向转转转转 转不了一圈 我我先把原转的程序删掉 我先把原转的程序删掉 我可以从这个方向开始看 这个开始动 我可以从这个位置开始动 我假如说我把这里定为原点 所以说我在这里记录一个点 木阶值这样 然后然后挪到七十点来 然后我弄到夹的时候 这里是第一个点 所以我记录一下木阶值的关节 然后加入球这个木阶 阿克斯大 球了之后呢 加入球之后我去圆弧的第二个点 这时候我就往这个方向转来 让它让它往这个方向转 因为咱们刚刚是这样转回来的 我往这个方向转 这样的话我就不就可以转三百六了吗 所以说先转一个木阶 然后对第二个点 然后记录一下木阶值的量 然后再转一下这个关节 然后再转一下这个关节 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素材 然后记录运游户的第三个点 和木阶值的量 然后我们不随 好 你看我从这儿起了一直到这儿 这三个点是没有超过一百八的 然后再转 再转 我这边就大概对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焊过了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编程 就不太焊了 然后这里记录一个 然后这里记录一个 然后再在最后一个位置记录一下 现在枪这么是卡的 这个碍事了 但是如果这个桌子可以低一点的话 其实它还可以转动多 然后我现在就主要是演示一下 就在这里记录了 在最后一个点 然后这里加四弧指令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圆我分成了六个圆弧指令 加一个70点 一共是七个点 就是说你编这种变姿态的 要多加两个点 比正常的一个整圆加两个点 然后我再编击一个撤退点 我可以自己手动的把挪出来 挪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记录一个关节点 这个你不能直接复制第一个点 因为你第一个点六轴已经转了一圈了 你直接直接复制第一点 它往回走 它会边走边转的 有可能会打到东西 除了你要自己单独定一个 不能复制第一个了 然后这个可以自动走一下看看 不焊接把焊接关掉 然后看一下 启动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Ke tudo 你突然走 人机 mean 次 那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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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就是带姿下的整圆的一圈这样走下来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百胡 给大家看一条直线还是 这个回准按键这个就是我按住手牙一直按住一直按住这个键的话 它会回到机器人出厂的一个领位的姿态 然后我把这些程序闪掉 然后咱们还是先定一个关节的起点 还是定在这个宫舍的上方吧 这里我定一个点 然后我先关节准备记录一下 然后速度放慢 然后落下来记录一个点 到这个位置之后点下关节 然后OK确定 然后挪到终点的位置 现在转到终点的位置 但是咱们刚刚起伍指令没加 所以说要先把起伍指令加上 然后再把这个直线指令加上 就是终点的位置 然后加上细伍指令 然后再把第一个点复制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是咱们之前说的汉的直线的动作 然后咱们现在说加百户 加百户是怎么加上 在这个起伍指令后面 后面选的这一行 然后加入这个百户开始 就是里面是有参数的 也就是说怎么设置 确定加入到这里了 先起伍开始 然后再百户开始 然后这一行咱们也修改一下 因为百户的话 我把速度调慢一点 8的话有点快 我调到5 确定 然后那就是 西户之前 先百户结束 这里加这个百户结束 先百户结束 然后再西户 这样的 现在的这样程序 就是一个完整的百户的程序 程序是这样边 然后咱们参数调节一下 然后先把这个起伍上这里参数改一下 咱们还是改回150吧 因为咱们之前这个汉坤是150 给大家看一下百户的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这是百户开始也是点击了程序编辑 然后点修改编辑 这里面可以设置百户的参数 这里的话 选择正弦安板 这边不用选 然后直接主要是设置这边 百户的频率 我设置一个2赫兹 然后宽度的话 我设置两毫米吧 这是宽度是 左边的增幅和右边的摆动的宽度 你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 我两边现在是设置一样的 都设置往左摆二往右摆二 它会沿着咱们编辑的那条直线左右 左右方向板 这是起始的方向 这可以不用设 然后这两个是 就摆到一摆到一侧的时候 要不要停留 我加个零点一吧 看就是这样 这个是单位是秒 注意一下单位是秒 我组于也加了零点一秒 然后参数是好了 然后点一下保存 然后退出就 关闭就好了 然后确定 这样的话百户参数就是好了 然后咱们给大家焊一下 我就不自动跑一下掩饰了 因为我知道肯定是没问题的 钥匙首先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焊接打开 然后请我看一下 有个问题啊 是这样 刚刚是没摆的 没摆是因为这个 这里有个摆动的开关 忘记开了 所以说刚才请下来了 我把这个位置给我一下 刚刚是这个M1这个是摆动的开关 现在是红色的 红色它就是不摆动 把它选成绿色 它就是摆动 它就会摆动了 咱们现在要从第一行重新走 钥匙切过来 然后还是起糊 然后这个是百户焊完了 这是百户百户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纹路在上面 这个有点浅 但是你速度加快的话 或者电流尖小一点 纹路会更明显一点 你跟这之前这个 同样的电流 这个是汉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左右摆动的 汉缝会更宽 有些地方会需要的 然后这就是百户的使用 然后说完百户呢 然后这里程序编辑这里 还有个智能要说一下 可能能用到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替换这个指令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速度 木阶 这速度是100嘛 对吧 这里有三个木阶 然后假如说我想改这个指令 我要点这个 我点这个指令编辑可以修改 假如我把100我改成50 我选择50 确定 确定 它就改成50了 但如果假如我有几百行 你一个一个的这样改 就非常费时间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选择这个 编辑 然后替换 这里呢 是可以替换的东西 速度 还有平滑度 还有这个延时的时间 然后咱们这里选择一下微速度 然后这里单位 呃 百分比就是替换关节 因为只有关节只能是百分比 毫米每秒是直线 呃 这个是木直线或者圆弧 都是用的毫米每秒 所以说这里选择代表你 用来替换关节 还是用来替换直线或者圆弧 这里以关节为例啊 然后这里选择原本的 嗯 这里是说原本的原原来的值 现在假如原来的值是一百吗 所以说我把一百数进来 啊 现在我要替换成五十 我把五十数进来 然后这里是替换全部 第一行到第八行 还可以一行一行替换 我这里选择替换全部 它就把所有的 我刚说的五十八啊 对 他把所有的这个 这是 这因为这里只有两个嘛 所以他就把两个关节质量 全部替换成五十八了 这就是替换的一个作用 然后点关闭就推出了 然后除了替换呢 这里还有一个注释 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 假如说 我选择 选择第一行吧 我假如说选择第一行 我顶得这个注释 注释当天行 它就会变成绿色的 这种颜色的 这种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呃 程序他不删掉 但是他不会执行这一行 他不会执行这样 他只会直接从第二行开始执行 相对于把这行暂时屏蔽掉了 就是注释 我想解除掉也是选择了这一行 然后取消注释 他就把注释取消掉了 他可以注释 注释快 第几行到第几行啊 这是注释的作用 这是程序编辑就是一些呃 常用到的指令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就是这里有一个点位编辑 就说原来的点 假如说第一个先说第一个点啊 假如说嗯 我想执行这这行的位置怎么执行 首先按住后面的安全开关 按住了 然后我把锅面放到第一行位置 然后按住这个正向运行键 机器人就会走到第一行的位置停止下来 停下来之后 假如我想把这个位置修改一下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我想把它挪到后面来 再挪高一点 想改到这里 或怎么修改 首先先把位置挪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光标选择中第一行 按住后面的手压 点击这个点位修改 点击点位修改 点击OK 他就会把这个位置修改回来了 你看我再执行 他就是在这一行了 好吧 再随便挪一下 再执行一下 他还是回到这个点 这就已经把原来的点位覆盖掉了 这就是点位修改的作用 然后这个焊枪是有防撞功能的 这个这个部分就是焊枪的防撞部分 你撞这些部分 撞这部分的话 它是会有 会报警的 然后现在是 现在的话 它是没有报警 因为防撞被转移掉了 在电柜里面有一个转移的 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 是在哪 然后这是 这个地方 就是电柜的防撞 电柜里面的防撞转移 这里转移掉了 所以说那边焊枪的防撞 才会不起作用 必须把这个转移拆下来 它就起作用了 把这个往外一撬 它就拿下来了 它这样的一个转移 这个东西到时候 我们会放到一个袋子里面 或者打下来之后 防撞就好用了 然后咱们把电柜里面的 短接条拆下来之后 这里防撞就起不了了 假如现在我再办焊枪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轴会跟着动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 防撞的一个工程 就防撞被触发之后 接近四五六轴的爆炸会打开 所有时候你防撞触发之后 它就可以移动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正常的现象 然后在这儿看摄像器这边 防撞出发来之后 这里会有报警 防撞出发 因为现在是我手摆的 它已经自动回复到位了 所以说我点确定 就可以清除掉了 然后点上电 你就可以继续移动了 然后我再摆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的 我一摆 它这边就会把防撞报警 机身就会停下来 这是防撞功能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防撞 假如我撞到桌子平台上了 防撞一直被触发 你清清不掉 因为防撞这么一直没有回复 这里有一个功能可以关掉 就是选择参数设置 然后其他参数 在这个系统 我报警管里选择这个 这就是防撞 防撞的一个开关 我把它关掉 这时候防撞就不起论了 这时候你可以把它伺候商店 把枪升起来 升起来之后 再把这个功能打开 这样 这是控制防撞的一个开关 这就是防撞的一个功能 然后现在说一下这个 预约工具盒的接法 然后这是两个工具盒吧 然后这是工具盒的接头 这个中间呢 就是工具盒的接头 然后把这个袋子打开 然后工具盒插上去 然后这个卡扣卡住 然后这个这本接就是这么接好了 这样接好了之后呢 这个工具盒现在其实可以用了 但是现在这个 基点按钮是不起多用的 我印象就这边是 它是不会报警的 是因为这里面有个东西也要拆掉 这是电柜里面这个 集挺的短接 工具盒的集挺 就是说我把下面这个厂子拆掉 两个工具 我就拆这个厂子就好了 销售栏 现在这个工具盒的集挺起来了 因为这个工具被按下来了 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被按下来了 所以说这边再报集挺报警 我要先把这个向这边旋转 把这个旋起来 然后再拆成清楚报警 这样报警就会清楚了 这个两个工具盒怎么设置 现在咱们这有一个程序是这个AS 我 然后我打点点这个用户工艺 这里有个预约和远程 第一个这个界面 然后这里我选择预约 这个这个界面之后我这里要选择程序 这个 那我先去先去见两个程序啊 等一下 新建 然后这里也选择这个这个 这个IET质量 这个你用工具盒的话就加这个质量 不用的话正常的程序是不需要加的 如果要选择工具盒 就把这个加在程序的末尾 最后一行 现在只有一行程序嘛 所以我就加一个 然后二号程序里面也设置一下 也设置一个延时 然后设置一个坎回的质量 然后咱们说怎么设置这个 工艺盒怎么设置 还是工艺 然后选择这个预约 然后这里选择第一个预约工艺 然后这里要选择咱们的程序 这里添加 然后选择一号程序 然后去确定 然后这里选择二号程序 然后确定 这里可以看到程序的名字一和二 然后把这个开关打开 开关打开之后 咱们预约预约的功能就可以用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里有预约响应时间 这个响应时间就是说你启动的按键 按钮要保持这个300毫秒 它才会启动 少于这个时间还是不会启动的 设置好了之后我点一下保存 然后退出这里可以设置次数 一般都用不到了 然后这里保存之后 关闭 关闭了之后呢 我把钥匙打到第三档 因为这里一共有三档 我打到第三档远程 它会进至远程 远程模式 这里我就可以用供应盒 来调用这个程序了 然后我程序我选择单次循环嘛 然后这里看这个供应盒 这供应盒上这里有写着供应一 这个有写着供应二 这里有写的 要跟咱们这个程序对应 现在我先启动供应一的程序 然后我按住 按两秒 这里启动了 启动它会变成绿色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它它会进入到程序里面 我再按一遍 它会进入到程序里面再执行 这是在执行 这里看这里 这里是程序的运行状态 这里是已经运行完了 启动的话 它就是 这里是运行中 然后我过三秒之后 它就执行完了 它就结束了 然后我按供应二 现在你可以看是程序名字 程序名字 是程序名字唯一 现在我启动供应二的程序 还是同样的启动 它就会奔到供应二的程序来 现在奔到二来了 然后现在也执行完了 就是预约供应盒的使用 然后咱们现在说到这个Io版的一个接线 然后这个就是系统的Io版 然后上面是系统的输入 下面是系统的输出 然后它这个 它这个输出方式是 现在都是低电平的 输入输出都是低电平的 它这个是可以切换的 这后面你可以看 打开这个盖子 你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一个转接的 这就是全部短接的 这是公共端 这个是可以切换的 输出端的话 你公共端接 接二十四伏 它就接收的零伏 然后输出端是 输出端是 下面是输出端 这接着是输出端的公共端 这里也是一样的 公共端接 这里是公共端接零伏 它输出的就是零伏 接二十四伏 输出的就是二十四伏 现在是所有的短接 上面的看 所有的都是短接在一起的 现在输出端都 出场默认都是低电平的 零伏的 然后 然后说这个东西怎么接线 接线呢 就直接往这L5上接吧 从前到后 下面是S1到S24 下面也是Y1到Y24 就是输出这个输出 但是系统占用了一些 这些是被系统占用的 然后系统里面怎么监视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点击这个监视窗口 点击这个的话 它侧本会出来个监视窗口 这里我可以选择我监视的东西 这样出来的是监视我每个光级的角度 光级坐标 直线坐标 这是监视的一个东西 我这里可以选择监视Io 然后选择输入 这里就是输入口了 像这个是系统接号的嘛 这里有有输入信号进来 它这里灯就是变成绿色了 没有进来 它就是红色的 然后系统Io版上这个灯 对应的灯它也会变亮的 像这个就是系统有信号进来 所以说它就变绿色了 这里有输出信号了 所以说变绿色了 然后从监视这里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是输出口嘛 输出口的话 它没法强制 只能说有系统相机了 它可以看到 然后看一下输出口这里 你选择输出口 现在是Y1到Y24 这里的话 我可以 输出口是可以强制的 这里我选择一个Y15 我选择零和1 我点一下 Y16它就会强制变成绿色了 这里就会变成绿色 被强制了 这里 程序上也是变成绿色了 我选择再点一下 电线点 它就会把强制关闭 这是系统Io的一个使用 然后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记录灵位 因为这个工程 有些时候会用到的 灵位丢了的情况下 你需要把灵位重新找回来 重新记录一下 首先你要点这个全线切换 切换到厂家全线 三个八三个九 还会切换到厂家 然后退出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 现在你可以看一下是关节坐标 切换到关节坐标 然后你需要每个轴 记得每个轴 你看一下记得人 记得每个轴 你都可以一个轴到一个轴去动 转到正确的位置 转到今天铺上的位置 每个轴 然后每个轴上面 他每个轴都有这样的标签 我给大家动向五轴 对 这有这个标签 你每个轴都可以这样对标签 但是除了五轴是不用 不要对这个标签的 就其余的轴像六轴这种 你可以对这个标签对准了之后 这样来对 但是五轴的话 它是这样 之前不是说一个回到零点吗 这个回的零点是工作零点 它五轴是这样垂直向下的 这个零点 但是这个零点不是基金的机械零点 基金的机械零点 是这个五轴向上转 转到平的 现在这个角度往上转 再转九十度 晃平的 这个才是基金的机械零点 咱们要记录的话 是要记录基金的机械零点 所以说七五轴我都可以对着这个标签来对 但是五轴的话不能按照这个标签 五轴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标签 但是你先转到这个标签之后 然后记录好零点之后再往上转九十度 记录好标签之后再往上转九十度 你自己自己看监视可以看一下 转到九十度这样来记录 之后再再记录 然后记录的界面在哪儿 记录界面是在这里啊 运行准备 然后这里有个零点设置 到零点设置这个界面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到机械 机械零位 会选择一下辨率了 按住正常运行键 它就会走到机械零点 可以看到这个机械零点和之前的 工作的零点只有五轴的差别 五轴是放平的 其余的轴是没有差别的 它五轴是这样的 才是机械零点 然后咱们如果要记录领位 必须把五轴 其余的轴是对标签 然后这个轴五轴放成这样 然后这里的话 要按住后面的安全开关 然后点击这个零点标定 点零点标定 然后点OK 它就会把零点记录下来了 我这里就不记录了 然后你还可以选单轴标定 单轴标定的话 就是 假如我就选单独的选中五轴 然后点单轴标定 然后点确定 还会把五轴当前的角度记录 记录成零点 这个是单轴标定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零点标定的一个方法 主要还就是附加轴 说一下那个附加轴 如果说因为这台基金是没有附加轴的吗 所以说也没法演示 我就说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机构可以切换这个 变基金本体和附加轴的 现在咱们按手牙 它对应的是一到六轴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 呃 附加轴装 附加轴装上之后吧 你在 在手架切 这里你可以切换吧 这里你可以切换到附加轴 呃 这里就变成七八九了 你看一下 这里变成七八九了 因为现在没有嘛 是没法动的 我只是把这个工程打开了 但是没法动 用是没法用的 你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界面 然后正 这三个键就对应是七八九九的按键了 正常是不是四五四五六轴的嘛 啊这个我在切换到附近 这这边就变成基金的一到六轴了 然后正常使用的话 还有就直接 选择这个机构切到七八轴 然后去转就好了 然后还有个就是说 你附加轴第一次装的时候 他肯定要 要这个什么 清一下簿顶 呃 清簿顶 要那个 哦好对 要那个 寄下零位 先说一下寄下零位吧 还是点这个运行准备 然后零点设置 这里不有七八九轴 七八九轴的什么吗 这里你就要选择七 假如说选七轴 然后按住手压 然后点这个单轴表定 然后确定 然后就这样是记录七轴的了 因为现在没有嘛 就没法记录 有七八轴 有八轴就记录八轴 有九轴就记录九轴 这样把零位记录下来 你才能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附加轴可以设置切桶 切桶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工艺 然后这里附加轴 这里的话 街七轴和街八轴的标定界面 其中的一个标定界面 标定的话 这里有一个校准 我选择一下这个校准 进入到校准界面了 校准界面也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没法演示 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一共记录三个点 这是P一点 然后这是P二点 然后它这个便秘机变正了 然后是P三点 然后便秘机就转到这边了 这是三个角度 这三个角度之间要大距三十度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枪的姿态不能变 枪ABC的姿态是不能变的 只能动SYZ ABC对到第一个点 接到就是接 你看他在便秘 我在便秘机上放了一个尖 然后看枪都在这个尖 定好第一个点 定好定好第一个点之后 只能动SYZ ABC不要动 然后再切第二个点 把便秘机转回来 然后再再对好尖 然后再记录 然后再切到第三个点 再把尖对好了 再记录 这记录三个点之后 保存一下计算一下 保存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这个便秘机的这个系统 然后8周的鞋筒也是一样的 这教训鞋筒2 然后界面也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这就是鞋筒的一个设置 然后这个东西设置好的话 编程里面要用的话 我给大家新建一个质量 就这里选关节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附加轴的一个鞋筒设置了 这是不鞋筒 然后只鞋筒一个轴 两个轴全部鞋筒 鞋筒第二轴还有全部鞋筒 这是根据你当时一个使用的方法来 来选择了 假如我选一个全鞋筒 然后点OK 然后它只能记录下来 它后面就有这个指令了 这是开鞋筒的时候 会这样的不开系统的话就可以 然后还有现在得说一个速度通讯 速度通讯特有的工程 模拟通讯是没法用的 速度通讯才可以用 因为速度通讯 是机器人可以控制焊基的 焊基模式的切换 所以说它可以说 在焊基过程中切换焊基模式 可以假如焊基的直线 我可以焊到一半 由支流 轻换成脉冲 这样来切换过来 这里有一个指令来切换 这里有所有指令 然后浮换质量 然后下面有一个切换焊基模式的一个 就是我在这个指令之后 本来我可以是直流的 我到这行我可以选择脉冲 我点确定 这样的话 这条指令后面了 它就会变成脉冲了 实际上用的话 你可能要把一条指线分成两段 我把这个得 在 就假如说我把这个指令分成两段了 这是一条指线 我前面的这个是起伏指令吗 咱们起伏指令里面用的是那个 编辑看一下 我们起伏指令里面用的是直流吗 我就可以在这个指令后面 这个直线我焊到一半了 起伏焊焊到一半了 我加一个切换脉冲的指令 我可以把它选择一下脉冲 然后确定 这样的话 它从这一行 这行指令之后 它就会变成脉冲的焊接了 就是说在焊接过程 切换脉冲模式 这是一个输出中心特有的一个工程 然后还有一个指令跟这个类似的 就是说 还是同样在这里 焊接指令这里 这下面这个切换这个摆动的一个参数 我可以这里设置摆动左右的摆幅的一个变化 然后还有说 因为咱们上面摆动里面不是本来设置一个左右百二吗 我这里可以设置左右百三个毫米 这里 这里是停车时间 这里我可以切换它的焊接参数 这样它摆幅的摆动幅度就会变了 就是也是一个从中间切换的一个参数 一个功能 就这样 就是这样 不过它 它会变了 那么是很大 就是这样 一样的摆动幅度 有点重新骨的摆动幅度 是最大的扇子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试试的 我会变成了 就是这样 它们可以让它们 那么幸福 这个摆动幅度 然后我们可以切换的 就是这样